空谷幽兰 比尔波特著 明杰义 第六章 登天之道 公元645年 道绰网生后 善导回到了中南山乌珍寺 乌珍寺建于大约此前50年 包括两个建筑群 一个在乌珍山谷的入口处 另一个则在山谷内大约两公里处 公元814年 当诗人官员白居易搬到这一地区 为他的母亲守孝第三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二百六十行的诗 题目叫《游乌珍寺》 这首诗谈到了四周群山的雄伟和寺庙建筑的富丽堂皇 同时 乌珍寺里住着一千多出家人 史蒂芬和我想看看 昔日的辉煌 如今还剩下些什么 于是我们雇了一辆车和一位司机 从西安启程 向东南开了五十公里 来到蓝田 从蓝田市在向东五公里后 我们掉头向南 开到了一条肮脏破烂的路上 很快就到了水路安灰色的新围墙前 水路安比乌珍寺要早见一两个世纪 后来被当成了乌珍寺的一部分 古名思义 他曾经是一个比丘尼道场 西安外事局的人曾经告诉过我们 乌珍寺不准进入 但是他们拿不定主意 水路安可不可以进 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地方是由党的干部管理着 开始 他们坚持外国人不能入内 但是经过陪同我们的和尚的多次劝说之后 他们终于同意放我们进去快速地游览一遍 大殿里的塑像是一个惊人的展览 包括几千件套塑 其中大部分是十三世纪早期塑成的 它们是我们在中国各地所见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艺术作品之一 但是 几分钟后 管理员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催着我们赶快出去 当史蒂芬收拾摄影器材的时候 我跟寺庙门口的两位老太太攀谈起来 他们正在卖灵芝 灵芝是一种真菌 生长在树和山崖的阴面 道教中 大多数关于长生不死的先方里都有它 既然灵芝意味着长生不死 而长生不死意味着影视 于是我就问那两个老太太 这一带有没有什么修道者 其中的一位不加思索地立即回答说 在王顺山 方圆一天的路程之内 住着七十多位修道人 王顺山高两千三百米 过了这条山谷的终端 向东南一直绵延出十公里 尽管他们的外貌显得很苍老 可是老太太们却说 他们一周要爬好几次王顺山和附近的其他山峰去采草药 我正要打听一下王顺山附近的影视和路线情况 可是管理寺庙的那几个人却坚持要我们马上离开 当我们驱车离开的时候 司机让我们把自己隐蔽起来 原来在这条山谷的入口处有一座油矿 外国人不许入内 史蒂芬拍了几副全景照 很显然寺庙的管理人员以为他把油矿拍进去了 我们蹲下身去 进入蓝田以后才重新坐上来 对此我们只好一笑了之 在古代 蓝田地区遗产玉 道教徒们追求长生不死的过程中 所使用的一种矿物而著名 现在变成油了 两种不同的矿物都能把人送上天堂 听了五年 物争和的讲法之后 善导离开了蓝田地区 搬到了长安静郊 在那里 他弘扬净土 绘制净土金便图 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光 公元681年 他离开人士到净土去了 他的弟子们在长安城南起了一座塔 也安置他的舍利 那儿很快就发展成了一座寺院 并且成为新净土宗的第一个中心 他被称为香姬寺 在日本 他们的净土宗信徒号称有五千多万人 直到今天 学童们仍然还在背诵八世纪时王伟写的一首诗 不知香姬寺 树里入云风 古墓无人静 深山何处中 全身燕微时 日色冷轻松 薄木空谈曲 安缠至独龙 三月里 在史蒂芬和我从善导过去的静修地 被驱逐出去的六个月后 我孤身一人回到了西安 继续我的旅程 我从西安南行十七公里 穿过长安县城 经过两次警察检查 上去穿过神何园 经过贾里村 然后向西拐到一条岔路上 来到香姬寺的土墙外 香姬寺的周围现在是一片农田 在里面 我遇到了香姬寺六十八岁的住持旭栋 他领着我四处参观 并且谈到了香姬寺近期的历史 1960年 当他初次来这儿的时候 这里只有一座大殿和三座舍利塔仍然屹立着 这三座舍利塔里面是善导和两位后期净土宗大师的舍利 那时候 四里只剩下一个老和尚 他们两个人就一起住在紧靠大殿的一间小茅屋里 1963年左右 四里已经有了十九位和尚 后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 红卫兵来了 把其中的一座舍利塔砸成了瓦砾 并且强迫和尚们参加当地的生产小组 续动千方百计保住了大殿和剩下的两座塔 尽管开头很难 但是续动现在几乎已经完成了修复工作 至少是初步的目标 一旦站着前院的初衷搬到新址去 香姬寺的庙姬就有将近两公顷了 或者说相当于他过去大小的五分之一左右 和尚们的新疗房也已经开始动工了 尽管政府规定 在这个寺庙登记的人数不得超过十五人 但是在我到访的时候 仍然有将近三十位和尚住在那里 续动带我来到善导大师三十二米高的舍利塔前 我在塔院的小店里上了一些箱 本来我想到塔顶看看风景 可是楼梯已经岌岌可危了 有一道门封在外面 不让进去 后来续动又带我穿过寺庙的菜园 那是三月下旬 和尚们正在开始种卷心菜 茄子 红辣椒和土豆 续动说 寺庙不从外面买吃的 路两旁种满了玫瑰 过去我一直以为玫瑰是一种西方的花 所以在中国看到它 总是感到惊讶 但是西安的一位植物学家向我保证说 玫瑰最早是两千年前在长安培育出来的 它的原型是原产于中南山的一个野生品种 像几千年前的大蚂一样 它最终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印度和地中海沿岸等地 在大殿附近有几棵香蕉树 它们看起来似乎也种错了地方 我问旭栋天气是不是太冷了 香蕉能结果吗 他说 他种这几棵香蕉树只是为了好玩 我点点头 在台湾我也在自己的窗外种了一棵 也只是为了好玩 为了听下雨打在椒叶上的身影 我在寺庙两座已经修好了的大殿里上了更多的香 然后跟旭栋到他房间里去喝茶 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指的顶端没有了 我猜想 他是不是把它烧掉了 以供养阿弥陀佛 这种修行在过去是不常见的 八指头陀是清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他以只有八个手指而闻名 在旭栋搬到中国最著名的净土宗道场以前 他一直是在钟南山最有名的禅宗道场 大茅棚隐居处的主持 我向他请教禅宗和净土宗修行的差异 徐栋说 在禅宗里 我们不停地问谁在念佛 我们所想的一切就是佛号是从哪里生起来的 我们不停地问 直到我们发现自己出生以前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禅 我们一心一意地坐着 如果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不管他到哪儿 我们都跟着他 直到最后心变得安静下来 直到无产可参 无问可问 直到我们到了这种境界 不问而问 问而无问 我们不停地问 直到我们最终找到一个答案 直到妄想宵禁 直到我们能够吞下这个世界 它所有的山和大地 一切的一切 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吞掉我们 直到我们能够骑虎 而虎不能骑我们 直到我们发现了我们到底是谁 这就是禅 在净土宗的修行里 我们只是念佛号 再也没有什么了 我们用心去念 我们不出声念 可是声音却完全是清晰的 当我们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 就再开始念 如此周而往复 念没有停止 心也没有动 声音升起来 我们听着这个声音 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动 我们的心不动 妄想就消失了 一旦妄想没有了 就是一心再念 结果与禅是一样的 禅就意味着无分别 实际上净土法门包括禅 禅也包括净土 如果你不是两个都修 你就会变得片面 我问他 净土法门更适合于 现在这个时代吗 他答 所有的法门都合适 法无对错 这只是根基的问题 也就是你在过去式的习气 一旦人们开始修行 他们就会认为 其他的修行方法是错的 但是所有的法门都是正确的 哪一种修行方法更合适 它取决于那个个体 一切法门都是相互联系的 他们彼此繁荣 他们殊途同归 比方说 净土法门包括律宗 如果你不过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 你就不能念佛 净土法门包括禅 如果你不能一心 你也念不好佛 它与禅是一样的 目标是一样的 法门就像唐 人们喜欢不同种类的唐 但是它只是唐 法是空的 我再问 钟南山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这修行 虚动回答 钟南山一直延伸到印度 最初的和尚们来中国的时候 他们就定居在钟南山里 而且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师 都曾经在钟南山修行 但那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这么多出家人 仍然来钟南山的原因是 这里还很容易找到一个隐居的地方 还有 这一带仍然有很多在家人 愿意供养来修行的人 我问 现在这些山里住着多少隐士 他答 我估计长安县里 大概有五十个 蓝田和宝鸡之间的山里 大概有两百个 但是现在 据我住山的那会儿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可能更多了 住在山里的出家人 不用跟任何人登记 所以没办法知道 空谷幽兰 比尔波特著 明节义 第六章 登天之道 要想知道 唯一的办法是进山 我向旭洞告辞 在回停车处的路上 我沿着乡鸡寺西南向下走 一直走了大约两百米 在那里 浩河和玉河交汇成了交合 村里的男人们 正在河岸上挖沙子 装到驢车里 女人们正在石头上捣衣服 雨季还没有开始 浩河和玉河都只有大约二十米宽 一些人脱下鞋子 汤水过河 两千年前 南面的那片平原 是一座皇家森林 种着栗子树和梨树 从远处我能够望见果园 在附近的田野里 农夫们正坐在小板凳上 为刚长出来的栗苗拔草 回到高速公路上 我们继续向南 路是博油路 可是却没有多少车 在一个地方 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 正坐在高速公路中间 悠闲地缝一条裤子 八公里后 在一个叫紫武村的地方 这条路消失了 在古代军队过中南山的时候 紫武村是军队所走的那条路的入口 在紫武村 我们掉头向西 十公里后 我们到了一个叫 丰域口的村庄 有一条路取代了紫武路 它把西安和秦岭南面连接起来了 封域口就位于这条路的入口处 一次警察检查抓住了我的司机 他的车的保险到期了 车的保险费是每年八百元左右 警察检查费二十元 大约相当于四美元 我们绕过这些山继续向西 八公里后 经过高贯谷 我们掉头向北 不一会儿就来到草堂寺 这儿是我和士迪芬 1989年5月第一次来的中南山时 佛旦日那天来的地方 在院子里 住持红铃对于我的回来 表示欢迎 然后打开揪摩罗石塔的门 好让我能够再一次进去礼拜 是揪摩罗石 先把我引到这个地方来的 他的店是一座简单的砖亭 里面除了三块几米高的雕刻着 美丽图案的大理石之外 一无所有 我想象着他正坐在里面 翻译另一部佛经 根据历史记载 公元413年 他火化的时候舌头不坏 纠摩罗石出生于此前69年 即公元344年 地点是丝绸之路上的库车谷国 他30岁的时候 开始给这一代的统治者讲法 丝绸之路上的行人们 把他的故事传到了长安 为了使中国的统治深入到西域 公元382年 福坚皇帝派大将 吕光率领一支七万人的部队 去征服库车 并把纠摩罗石护送回京 吕光完成了第一个使命以后 他了解到 国内已经改朝换代了 于是他没有回长安 而是滞留在甘肃走廊 河西走廊一带 他在梁州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并把纠摩罗石在那里居留了17年 直到他被姚姓皇帝打败为止 公元401年 纠摩罗石终于到达长安 姚姓请他住在逍遥园中 逍遥园位于皇宫北墙和渭河之间 皇帝对纠摩罗石的才能 给予了极大的尊敬 他赤封纠摩罗石为国师 并且选拔出三千出家人 供纠摩罗石支配 以相助他的易经事业 皇帝自己也常常参与这项工程 他拿来过去的翻译版本 给纠摩罗石做参照 住得离都城这样近 对于纠摩罗石而言 却是件令人苦恼的事情 还有更令他苦恼的是 皇帝要求这位和尚 把他的夜晚分给十个宫女 希望他能把他的天才 传给下一代 很显然 在这场优身学的实验中 纠摩罗石莫从了 他讲法的时候 开头总要告诉听众 要只采些莲花 而不要去碰那 生长莲花的污泥 四年后 纠摩罗石搬到 较为安静的草堂寺 在那里 他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光 这座寺庙原本 是上个世纪所建的 一座宗祠 被称为大寺 随着纠摩罗石的到来 他得到了扩建 以容纳纠摩罗石的助手和随从 并被更名为草堂寺 这显然是一个误称 但是因为他坐落在中南山的山营里 所以听起来 似乎倒也相移 不管纠摩罗石是在哪工作的 1600年来 他所翻译的经文 无论是在风格上 还是在语法上 都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他的《维摩结经》 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之一 他的《金刚经》和《心经》 大概是中国被引用的最多的佛经了 还有 他的译文比其他译者的译文更具韵味 直到今天 在东方 没有一场佛教仪式中 不使用纠摩罗石所翻译的经文 他的《阿弥陀经》 是净土宗的基本经典之一 他的《妙法莲华经》 促成了天台宗的形成 而他所翻译的《龙术》 和《圣提婆》的著作 则成为他自己的弟子 所创立的《三论宗》的基本经典 住持红铃打开了 安放着《纠摩罗石舍利塔》的那座亭子 然后领着我穿过一片竹林 来到长安八景之一的面前 那是一眼景 据说秋天会有雾气从景中升起来 然后那雾气会一直飘到西岸去 不过现在离秋天还有六个月 而且我所注意到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红铃那羞涩的笑 红铃还带我参观了附近的一个巨大的空池塘 它有着新的石壁石桥和亭子 它说每年四月份都会有几英尺深的水 从一个地下源泉渗透到池塘里 给寺庙提供了一个种植水生蔬菜的地方 很显然 那盐景和这个池塘是相连的 在回停车处的路上 我们在院子里停下了脚步 地上铺满了薄叶 正在阳光下晾干 红铃说 和尚们自己做香 然后把它买给香客 以支付修复大殿的开销 住在寺里的十多个和尚 用这笔钱去买建筑材料 和有限的几样 他们自己不能制作的东西 他们不需要买粮食 墙里面围着两公顷的好农田 空谷幽兰 比尔波特著 明节义 第六章 登天之道 红铃记起我对访问影视感兴趣 于是指着龟峰 龟峰位于太平谷 谷口西南几公里处 他的顶峰与众不同 呈金字塔形 说 他自己曾经在龟峰上的一座毛棚里 住了几年 他73岁了 18岁就出家了 他问我愿不愿意去见一位94岁的老和尚 那位老和尚就住在顶峰下 他过去的毛棚附近 我本来想接受他的好意 但是当他补充说 那位老和尚已经丧失了讲话的力气 而且还要跟山脚下的驻军军官打交道的时候 我蜿蜒谢绝了 不过龟峰这个名字倒是我所知道的 它是宗密的嗜好 九世纪的时候 宗密曾经是草堂寺的主持 而且他还是华颜宗和禅宗的一个分支的创始人 当我们离开院子的时候 宏林停下来 打开了鼓楼的门 里面是宗密的墓碑 碑文是九世纪时的宰相裴修撰写的 陪修曾经记录了当时几位著名禅师的讲法 其中包括黄破产事 我对宏林的帮助表示感谢 并且告诉他 我更愿意待在山里 他害羞地笑了 于是我们道别 在回丰玉口的路上 我在草堂寺南面不远处的一个葡萄园边停下来 借助一位农夫的帮助 我发现了自己一直在路西侧寻找的那个地方 星浮塔院的遗址 塔院里曾经有宗密的青莲塔 以及其他五十多位高僧的蛇丽塔 这些砖石建筑物都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了 这个地方成了一片广阔的葡萄园中的一块大凹地 我已经听说地方官门正在计划发掘舍利 并且打算把他们供奉起来 作为将来的旅游卖点 那位农夫说 这件事他也听说了 但是他仍然在精心地照管他的葡萄 几分钟后 我回到了丰玉口村 在丰河河谷入口处的东面 我穿过一片光秃秃的树林 这片树林因为几棵野桃树而变得靓丽起来 爬到后安山的山脚下 很快我就来到一个小平台上 它已经被崭新的红墙灰瓦的丰德寺所占据了 丰德寺是几座与道轩有关系的寺庙之一 七世纪中期的时候 道轩曾经住在这座山上 尽管丰德寺的围墙是新的 但是他曾经有过辉煌的岁月 生活仍然在继续着 在里面 我听见脚踏缝纫机的身影 看见蝴蝶花和樱桃树都开着花 这座寺庙现在是一座比丘尼道场 在外面 我遇到了主持庙诀 他六十岁了 是东北黑龙江人 在过去的墓园附近 那儿现在还有三座请颓的石塔 他正在忙着收拾蔬菜 他歇下手头的活儿 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告诉我 现在这里住着三十多位泥师 但是他不知道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比丘尼道场的 九世纪的时候 当宗密住在这里 写他关于禅宗分支的经典文章的时候 丰德寺还是一座比丘道场 我回到村里 进入河谷 一条弯曲清澈的河 两侧是高高的悬崖 河的东岸有一条博游路 不到两公里之后 我在一个叫柳林坪的地方停下来 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 是跟史蒂芬一起来的 但是史蒂芬回美国去了 我独自一人开始沿着通向山顶的新石街 向上爬去 远远的上面 在后安山的顶峰上 我能够望见道轩的舍利塔 前年的佛诞日 正是他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 半路上 我在静夜寺停下来 在寺庙的大门上 我看见了我第一次来这儿时的 欢迎我的那几个字 以法护法 寺庙的狗叫起来 一位和尚出来了 把我领了进去 他告诉我 这只狗正在将功赎罪 几个月前的一个雨夜 他睡着了 有人翻墙溜了进来 因为杜仲树的树皮有医用价值 于是入侵者就把两棵杜仲树的树皮 剥去卖了 这两棵树现在死了 它们是一千三百多年前 道轩亲手种在寺庙的小院子里的 道轩是绿宗的创始人 而静夜寺则是绿宗的中心 公元621年 道轩25岁的时候 第一次来到这儿 住在山上较远处的一座茅棚里 后来他搬到山下的寺庙里 这座寺庙是在他到来之前五十年建的 当他弟子的树木日渐增多的时候 他把这座寺庙建成了一个指导中心和供应基地 为那些住在这座山上 而且其他宗派的出家人 也都遵从绿宗的这个观点 即如果不过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 就什么也成就不了 去年八月 当史蒂芬和我到静夜寺参访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宽明 一位二十八岁的和尚 他已经被围以监管寺庙修复工作的众人 在那次参访过程中 我问他 中国是否还有律宗大师 宽明说 清末有剑月和红衣 现在有美国万佛城的孟参 福建莆田广化寺的原彻 福建厦门南普陀的庙瞻 还有前线的通院比丘尼 他们是我所知道的 仅有的几位律宗大师 他们都一直在经济上 支持静夜寺的修复工程 他们都说 现在是钟南山 重新开始培养大师的时候了 我问他 是什么促使你到这儿来的 宽明 出家人是中国最自由的人了 我们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 文革前我们还有户口 现在只有那些长期住在寺庙里的和尚 才需要登记 我们总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到处参学 我在厦门佛学院学习以后 就来这儿修行 那是三年前 我下车的时候 身上总共只有120块钱 我用这些钱 在观音山上搭理一个茅棚 一个月后 我来这里参拜 遇见了两位老和尚 我们前世肯定有缘 我留下来了 后来我回厦门去看孟师傅 他同意承担修复静夜寺的费用 把它变成一个修行道场 我问他 这些山里住着多少出家人 宽明回答 自从我到这儿 我把周围的好多山都爬遍了 仅在长安一线就肯定有五百多人 但是这些人有两种 大部分人来山里是来修行的 但是还有一些人 我该怎么说呢 他们照管着寺庙 殿堂 只是为了让人们供养他们 我又问 你还计划在这里住多久 他答 再住两三年吧 等这座寺庙修好了 然后我愿意把它交给一个有道心的人 一个能够复兴律宗修行的人 之后我想花几年时间 去跟孟师傅或者庙师傅学习 孟师傅在美国 他希望我到他那里去 我又问 你能给我讲讲孟师傅的事吗 他回答 他是黑龙江人 跟我一样 他三十几岁就已经很出名了 经常在缅甸 泰国和中国的香港红法 他回来的时候 被当成间谍抓起来了 他们说他走的地方太多了 他在监狱里过了三十多年 1980年终于被放了出来 他现在78岁了 当我第一次在厦门佛学院 遇见他的时候 有几百个人 不仅仅是出家人 都来听他讲法 他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演讲者 他的话也很深刻 最近他到美国去给华人听众讲法 他们要求他留下来 他交给了我很多东西 庙师傅也是这样 庙师傅说话不多 但是不管他说什么都很深刻 他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禅寺 扬州高明寺的方丈 他们两个人都是开悟了的大师 我问 一个人不守戒能开悟吗 他答 不能 如果你不守戒 不管是一条戒 还是二百五十条戒 你的生活都不会有安宁 你守戒的时候 就能够清除障碍和执着 只有到那个时候 你的禅定才能够深入 而只有通过禅定 你才能开悟 这就是律宗背后的逻辑 我问他 你看佛教在中国的复兴 有什么希望 他答 过去的十多年间 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陕西省几乎没有一个村子没有庙 或道观 祠堂之类 好让人们去礼拜 礼拜者来自生活的各个阶层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些大师 但是就目前而言 我们的主要任务 看来是要使人们 重新熟悉佛教 亲近佛教 当然了 很多寺庙已经变成了动物园 人们对待出家人 就像对待动物 他们只是来看看 而且吵吵闹闹的 但是我们认为 这种情况是会改变的 寺庙会重新变成礼拜 和修行的场所 但这需要时间 到那个时候 老和尚们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未来要靠我们 我们必须精进修行 这就是我们这里不卖票的原因 我们不让人们进来 除非他们是来拜佛的 但是我们还需要钱修复寺庙 所以我们已经发动出家人 做玛瑙念珠 我想最终我们能够靠这个来养活自己 我问他 其他寺庙怎么样 他答 他们也是这样 如果他们不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劳动 或者靠布施来养活自己 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卖门票给游客 我们都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 大师们已是冒迭之年了 直到前不久 他们才获准教课 除非新一代出家人很精进 否则这个宗教就什么也没有了 虽然我们现在有宗教自由 但是佛教自身的情况 还是一年比一年糟 十年前宗教限制刚刚解除的时候 情况要好些 现在是六个月以后了 宽明已经回福建厦门了 显然他准备到美国孟参那里去 他的位置已经被另一位年轻和尚 开隆所取代 开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实际上 住在静夜寺的八九位和尚中 有三位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 在别的寺庙里也是这样 我惊诧于年轻出家人受教育程度之高 在北京的时候我了解到 佛教协会要求所有的新出家人 至少要受过高中教育 道教协会则没有这样的要求 道教协会